大家好,我是二姐 今天分享一个头豆好吃的做法 无水无油,清淡爽口 一个头豆洗净后将它去皮 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进盘子里 然后再准备两个洗干净的鸡蛋 冷水入锅,把头豆放进来 开小火煮20分钟左右 准备一把大蒜 加一勺盐 将它倒成蒜泥 蒸好的头豆倒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一勺盐 浴下底味 再分次少量的加入玉米面 用头豆的热豆烫一下玉米面 这样吃的时候会比较细腻 再用叉子把头豆压烂 也可以用手将它捏碎 最后像这样子一捏成糖就可以了 取小块将它弹成小篮球 再用拇指扇出一个小窝窝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水开上锅,大火蒸20分钟 趁这个时间把鸡蛋去一下皮 放进碗中,把它捣得烂一些 像这样子 然后把之前倒好的蒜泥加进来 像里面加热生抽 香醋 香油 搅一搅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头豆和玉米面做的窝窝 也已经真熟了 哇,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哦 夏天吃它最适合不过 无水无油,营养健康 再配上自己喜欢吃的酱汁 真的太美味了 想吃的话就赶紧吃吃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 谢谢大家